都会比大元的国座要长 元朝实在太短了 到了明代的时候 被文征明父子收藏 后来转送给了向元辩 明末转到了张阳甲父子手里 清初由宋洛转售给了纳拉明珠 再转到梁清彪的手里 梁清彪去世之后 进入了清内府 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银首处是乾隆皇帝的蹄字 雀华秋色 这张纸可能是金国家光处理的 吃墨不是特别的厉害 运笔的轨迹是清晰可见的 它用的字号是非常大的 属于经典的牌匾字体 中间前印 五福五代堂 古希天子宝 是乾隆皇帝喜德宣孙之后的纪念款遇写 落款处是乾隆玉笔 我们看第一笔的时候 好像手抖了 这两个